2019年九九峰艺术文化季系列活动 在草屯镇九九峰生态艺术园区开幕 为期两天的活动 包括Go Back开幕派对 艺术点亮九九峰 我的制服日九九峰步道小旅行等 有别于一般传统的艺术活动 这一次让参与的民众彩绘灯笼之后 在傍晚首提灯笼步行上山 共同点亮九九峰 象征九九峰将更加的蓬勃发展 2019年九九峰艺术文化季系列活动 在草屯镇九九峰生态艺术园区开幕 活动首先由平临舞蹈团 与社区妈妈的舞蹈表演开场 并由副县长准准生颁发雪石平临 建议平临摄影比赛奖状 一旁则有主艺师与彩绘师 主导民众制作主艺品与彩绘灯笼 许多爸妈带着小朋友 一起玩成酸熟自己的竹灯笼 最后上山点亮九九峰 政府县长表示 九九峰是南投宝地 文化局配合县长政策规划各类活动 邀请社区民众共同参与 希望透过活动让大家感受到 早期同晚制作心情 也认识白天与夜间不同的九九峰之美 我们参与文化局规划办理的九九峰 一式文化纪 文化纪配合县长的政策 就是希望活化九九峰 不时的来规划一些活动 那今天的文化纪活动 是文化纪的年度的活动之一 除了邀请社区的我们乡亲 大家共同来规划一些活动 同时也做了一些主义方面的DIY 甚至于制作除灯笼 以及灯花灯 当然希望透过这些 让我们民众更加贴地气 来从事我们早期台湾在整个 同晚的一个制作方面的一个技巧 所以这项活动也算是一种传承 那我们希望透过种种的自私马迹 来做搜寻 未来来美化充实九九峰的整个文化内涵 这是今天活动的最主要目的 平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洪淑美说 很高兴幸福看到平林社区的美好 在九九峰办理符合社区元素的活动 为社区注入活力 希望将来活动能够扩大办理 吸引更多人关注平林 喜爱平林 爱上平林 让这个美好地方永续经营 与大家一起共享 这次九九峰艺术文化纪 在这个地方办活动 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 真的非常的难得 县府文化局有看到我们平林社区 这块美好的地方 那这个整个活动的进行 也都一直有跟我们沟通 所以呢能够建构一个比较符合 我们社区元素的活动 希望说这个活动对于我们社区 我们觉得真的是注入一个很活力的元素 因为光是凭我们社区的力量 没有办法办这么大型的活动 需要群测群力 那需要有这个不同的资源元素进来 让我们更充满这个多元的活力 还有那个不同的印象 这样子才能持久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就希望说 这个活动绝对不是一日的活动 而是希望说这个活动办过完之后 明天大家能够还持续地关注这个地方 喜欢这个地方 能够爱这个地方 来这个地方活动 那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文化局表示 文化系中将有我的制服日 绝久风步道小旅行活动 欢迎大家届时穿上制服 一同重温青春郊游 上山进行吉他野餐 享受音乐与美食 创造美好的会议 记者蔡世奇 草春郑采访报导